高雄市長陳其邁有架勢的拿起球棒回棒出擊 日前高雄市長陳其邁協同中華職棒聯盟會長蔡奇昌 共同宣布終職賽事將重返高雄的陳清湖棒球場 陳市長提到 城市建設必須將運動納入考量 而高雄陳清湖球場擁有相當良好的條件 因此市府做了許多準備來迎接新的球技到來 我想陳清湖球場是有非常好的條件 不管從草坪到整個觀眾的座位跟整個天氣 包括所有的設施可以說是台灣最好的球場之一 我們也希望說未來因為捷運防線有會經過我們陳清湖球場 我們也希望說能夠藉由聯合開發的一個方式 包括球場 包括整個公共服務的空間 以及捷運黨的聯合開發能夠吸引更多的 有興趣要來經營職棒第六隊的球場能夠進駐 除了球場周邊的交通 陳市長也與中華職棒聯盟會長蔡奇昌 共同視察了球場的草皮及牛膨等設施 希望讓來到陳清湖棒球場的球隊能夠享受最好的球場環境 在場上展現優質的賽事與市民共同揮灑熱血 那當然這個球場它也有一些小缺失 那我想市長他們很積極把我們聯盟所給的建議 包括剛剛我們都去一一尋看 包括一些防撞或者是牛棚的練習區這種在夏天太過炎熱 然後這個內野草皮跟紅土的覆蓋的帆布 我看一一都把它做了最完整的改善 所以我想高雄已經做好準備要來迎接今年球季的這個新賽事 過去一年因為受到疫情的影響高雄沒有任何中華職棒的賽事 讓高雄的球迷是相當遺憾 希望新的一年在市府的努力之下迎接新球季 再為高雄帶起一波棒球熱潮 記者李佳龍 潘文鈺 高雄報導 坐著後EL 潘文鈺 高雄 坐著後來 現在也是有錢的 現在我們有台中華職棒的 旅行 在天地上 坐著後來 坐著後來 坐著後來